刘德华日线现实新戏,早读两天地对着剧组,身为演员尖尖只得华仔忙得不可开交,好在经过两个月的高强度拍摄,新戏终于拍摄完成了,虽然此情已经宣布杀青,但是还有部分戏需要调整,主要是三哥姚乔伟的戏份,电影在中华稿写拍摄, 刘德华就抽空现身早读二剧组做最后的收尾,监制完后顺便与大家庆祝,事实上,从暑假至今刘德华成为大忙人,带妻女度假,准备演唱会,抽空飞去马来西亚开庆工业,同时还要拍戏,满满当当的工作计划,看得人头皮发麻,不过刘德华却不是很在乎,度假回来就全身心投入工作, 在拍摄新戏的同时又准备演唱会,今年九月初,刘德华为期近二十天的跨年演唱会门票,开数仅七小时六万张门票就被抢够一空,可谓一票拿球,刘德华对此十分无奈,不能再加场。 不过,看到歌迷如此热情,多少有些担心演唱会发威不好会让歌迷失望,为此,常留私下恋哥哥健身,希望以最好的状态面对,对自己对歌迷都很负责。 之后刘德华又车口飞到马来西亚,为自己投资的恐怖喜剧电影《Hunt to Car Climber》开庆功宴,据悉,刘德华在马来西亚停留的时间很短,庆功宴结束就马不停蹄的飞回来,继续别的工作,可见刘德华的工作之多。 先生赛读二剧组当天,三哥苗乔给干完工,所有习惯就拉着刘,德华自拍刘涅,直接两个年过半百,的大树各自拿出看家本领,摆出顾近十足的pose和表情,男人为简直爆棚,有德华身为简直自然对在唱每一个演员都很了解。 直言,这次的拍摄真是喜出望外,无论是整个架构,或者大家的演出,在美之前一缕演表,一旁的苗乔每个说道,经历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同充实的暑假,显然,对于参业早读二表示十分满意和开心。 随后,刘德华和苗乔委拉起导演一同和赵刘涅,三人手指向兵微笑出镜,当时导演就说出了自己的心声,快点拍下部戏。 而刘德华则说道,快点找我监制下部戏,一旁的苗乔委立马接上,快点找我眼下部戏,三个大男人笑成了孩子,周围的记者全被都乐了,庆功宴的氛围十分融洽, 也是希望新系会卖座,不辜负大家两个月来的努力付出吧。